在伊朗和沙特宣布恢复外交关系近100天之后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17号抵达德黑兰进行访问 这是时隔17年之后 首位沙特外长访一 标志着地区两大国间的外交和解进程又推进一步 伊朗国内予以高度关注 费萨尔在德黑兰会见了伊朗总统莱西 并向他递交了沙特国王萨勒曼 邀请莱西访问沙特的信函 访问的日期稍微公布 但分析预期访问将标志着两国和解进程的最终完成 这在伊朗看来标志着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施压政策的一个挫败 伊朗外长阿بدالله西亚将费萨尔的访问描述为积极的一步 称这将开启双边关系的新篇章 地区随着伊朗和沙特的关系解动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沙特和叙利亚重新恢复接触 叙利亚也被恢复在阿拉伯联盟的成员资格 沙特也加强了在也门的和平努力 同时伊朗也在试图修补于几个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 有报道称预计伊朗将在不久后与巴林和埃及恢复邦交 但在双方外长会面时 沙特方面提出要改换新闻发布会的地方 因为那里挂着苏兰曼尼将军的画像 但对此伊朗外交部予以否认 称临时改换地点是因为技术问题 但这也表明伊朗和沙特依然存在着一些无法逾越的政治分歧 从恢复邦交到成为亲密的朋友 还需要很长度路要走 富豪卫视局正常穆森多海南报道 谢谢